大家好,我是夏妈 今天用两斤糯米做的30个葱油烧麦 又糯又香,特别好吃 糯米我是昨天晚上提前泡好 第二天早上清洗一下,沥干水分 倒进蒸炉里面,先蒸上30分钟 再来准备一些小葱和洋葱,切成小粒 锅里面油热,倒进去,开中小火 把水分炸干,炸香 这里面我是加了一点猪油的,接下来就更香了 像这样子干脆就可以倒出来 放一旁备用,不要炸糊了哦 糯米蒸熟后,放入大碗里面 加入葱油和葱渣 再加一点食用盐,13香 酱油调味,转拌均匀 葱油糯米线就搞定了 再买一点饺子皮 用双手推压一下边缘 这样饺子皮大一点容易包 然后包入糯米线,糊口收拢 慢慢的推压,捏紧 这样一个烧麦就搞定了 两斤糯米刚好是30个 上锅再蒸上8分钟 这样我们的葱油烧麦就出锅了 满屋子都是葱香味 感觉比香菇烧麦还要好吃 如果你也想吃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哦 我是夏妈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